我没K,不都彪,恐龙扛狼扛狼扛,恐龙扛狼扛狼扛 这一段没有任何内涵的唱腔,是短视频女主播云南全妹近日翻唱郑秀文的《梅飞色舞》时因旺词即兴填上的,结果一时间火遍全网 多位博主乃至那余明星,对其进行模仿、翻唱,再加上外国友人的热情尝试,为恐龙扛狼又添了一把火 甚至连中国军号、中国南方航空、中国邮政、中国烟草等官方账号也开始利用这首神曲进行再创作,形成了网络狂欢 国家卫健委心理治疗师、高级心理教师曹大刚表示,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,这一现象主要体现了人们的三种需求 一、释放情绪 如今,各行各业的压力都很大 在学习、工作、人际交往过程中,很多人的负面情绪都被压制住了,无法自由地宣泄 同时,疫情三年,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远,沟通交流不够顺畅,人们表达自我的欲望难以满足 恐龙抗狼曲调上扬,虽然与眉飞色舞相同,但更加简单随意,狼狼上口,配合摇摆的动作,很容易传唱 恐龙抗狼这几个字在发音时,都能让口腔充分打开,让情绪能更好地释放出来 事实上,很多心理中心也会设置一个宣泄室 人们可以在里面通过大声喊叫等方式缓解压力 跟唱恐龙抗狼其实同理,所以受到大家追捧 二,及时快乐,人们进入社会后会不由自主地戴上各种面具,将自己隐藏起来 恐龙抗狼没有任何实质的含义,不需要人们加以思考,辨别,它带来的快乐也是直接的,原始的 曹大刚表示,我们做心理咨询时,也希望能帮助大家表达出最原始的情绪,对身心健康都很有好处 这种快乐,不需要经过加工,获得后马上就可以用简单的方式传递出来 在此过程中,人们不会有触犯社会功德的担忧,不必担心被指责,导致社会功能受影响 相当于一种非常安全的自我疗愈方式,因此能在人群中快速传播 三,找到归属 人们感受到快乐后,还要通过视频等方式传递出去,就是因为大家想让自己被看见,得到认同和接纳 而在寻求共鸣的同时,人们其实也在寻找自我 恐龙和狼,虽然原本是毫无意义的音节 但落到文字上,就变成大张着嘴的,强大的形象,能够触发人们的自我意识 所以大家模仿,翻唱的形式,五花八门,比如弹着吉他唱,穿着恐龙睡衣,背着狗唱等,都是希望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自我 曹大刚认为,用歌唱的形式将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可以让人们的社会功能更加完善,处理事情更加冷静,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因此,不建议公众对此过度批判,而是应该用鼓励包容的心态来对待 如果从中感受到了快乐,产生了共鸣,大家也可以积极加入,不要把这种情绪刻意压抑下去